达伟去阻拔脚球 今天在玉秀山球场分析松上比赛评述的是杨峰峰指导何旭叶 看达伟阻拔脚球 球速并不快 到中间的是黄州绿程队的队员强大第一点 把球顶出 相比以往的一个人员来看的是变化不大 因为安里克森在上任之后 安里克森在上任之后 安里克森好多机会 出入进区 右路传球 中路打完 球进了 雅库步 外合的部立队手端系统 一次成功的编动配合 雅库步 中风位置上一次精通的中路跟进 把球推进球门 中路的防守 杭州队呢是露出了一个步道 所以在中间跟进的时候 雅库步呢是非常的轻松 雅库步打进了个人在新年联赛当中的第六个进行 雅库步中路的作型 曾传到中间的时候呢 杭州旅程队的队员回防 还是有心吗 直线 强行突破 突入进区 还在往底线走 传到中间大满 被后面的队员倒了一下 脚球 开场之后 几乎每一次攻入进区 广州福利队呢都能够形成大飞儿 真没出界 真没出啊 这一下 江波扑了一下 球到中间 这球打门的时候呢 被对方是挡了一下 来自达维的车门 被石科挡出 队员们分析了广州福利队的比赛录像 里面投球 球进了 果然是利用定外球 完成了得分 方松开出脚球 中间呢是再次出现了漏人的状况 再看一下啊 当然了 陈中流的这个启动也是相当 跟这个球数相当稳合 比赛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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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维送直线 好的机会 突出进区 盘过了门架 转身打麻 球先落了 拉贝尔 新的越球山之王 他真的没用 在上了那比赛 能够进入到50的时候 拉贝尔的助攻 拉贝尔利用身体的是 扛开的防守队员 最后他是往前一口 绕过了江波 转身射门 打空门得找 找雅库布做配合 雅库布强行转身 投入进区 进区内摔倒了 踩打发了点球 郭宝龙认为 航中旅程队 他在进区内的防守 是一个犯规 好像在以往更多的是 安排达维来主罚 看一下 十颗倒地铲球 确实没有封到球 把雅库布呢 给铲翻了 从身后的铲球犯规 大雅库布呢 失去了 褲跑 骗过门匠 轻松把将顶球拔进 达维的进球 卡上比分变为了3比1 广州福利队在入场 将领先的优势 扩大到了两球 不算太长时间 这几几条 对于掌控比赛 是很有帮助的 拔得非常稳的 是完全骗过了门匠 大雅的门匠 铺就在反方向 好的 张远突然加速 就给拉费尔打满 漂亮 球又进了 拉费尔的进球 场上比分变为了4比1 拉费尔没开2度 角度极为刁钻的一脚车门 皮球打在立柱上 残疾球网 再来看一下 吸引了防守之后交给拉费尔 这个时候呢 在他身前是没有人上来干扰 拉费尔的这个车门呢 是角度要的极为刁钻 没错 右脚一停 紧跟着是连上 巴黎呢 并不是特别的足 但是呢 角度极为的刁钻 而且打一个 几乎是地面球 让江波呢 也是倒地时间 比较久的一个扑球动作 有了 好的 送车后 突入禁区 摆脱防守 射门 被挡住 很可惜啊 拉费尔 差一点要有机会 在上演帽子细法 范晓东这是拼了命 倒地的一个封堵 给的非常漂亮 推了一个身后的直线 穿透了所有的防守 范晓东呢 补过来 拉费尔呢 缓开第一下 其实呢如果再扣一下呢 就已经是全部缓开了 防守队员了 呃 对于拉费尔这个打门了 其实对于 全场比赛结束了 广州福利队呢 最终在中招联赛的第17轮比赛当中 作战主长是以4比1 击败了杭州绿程队